大家好 我是大军呐 起个大早逛早事 这早吃大不大 五点半我就出来了 别闷闷闷了 海线干货 虾扒这块的虾瓶今儿嘛特价了 虾扒味虾不满你可以尝 新开锅的大饼子多捡一个 一个一个 鱼子要有鲜鱼的话煎点鲜鱼 完了那个大饼子一煎 鲜鱼大饼老西洋子 水洋子天现在老了怎么人不多呢 往上这都走不动道 今天有看西冷的 这小语言挺丰富啊 卖油里怎么都冲那头呢 现在卖海鲜里没啥呀 都小鱼啥的 没有什么房间啥 现在老贵了 下啥又下 房间在老贵了 大鱼 这是什么鱼 这是啥鱼啊 海鳝 海鳝呢 鳝鱼 这也是呗 海鳝鱼 海鳝鱼 猪肉多下 你呢 老白子 我刚要瘦的没 哇塞 烧猪猴呢 猪血 猪肉多下呢 你看见到呀 十五四三十块 十五四三十块 十块钱 他说他是为玉米长大的 来新鲜的啊 猪猪五花来 猪猪五花 十块钱的应该是那个 铺鱼吧 五花肉是最贵的 现在我知道 牛肉今年也便宜 牛肉今年不到整个呢 牛肉多下 四十二 四十二 早两趟 我记得三十多块钱 就是吃面 再往前走 又没啥呢 六块钱一碗 他那个 怎么说呢 撑完面了给你搞点水 搞点汤 完了鸡蛋酱货里 和卤 这个碗咋吃 没法吃 但是他撑那个面 可是真挺好 馋了 但是卤不行 这家 钓楼饼是老多年了 五块钱六个 在一般小馆里 都得两块五一个 但是他家稍微小点了 看看 过来六个 还有九个盒子 五块钱三个 大姐还烧呢 烧走的呢 这位刚才烧猪肉 玩点豆腐呗 这豆腐脑几点不吃就想了 买羊汤那家哪 哎切了啊 卖羊汤的和那个煎饼盒子 没了 那煎饼盒子老火了 怎么不干了呢 怎么卖的大宝 一个三块五两个六块钱 给我来一个 来碗豆腐脑吧 给我撑碗豆腐脑呗 全家豆腐脑吃两块真便宜 豆腐脑撑了呗 又好像有点不太新鲜的 不太好吃 豆腐脑是真不错呀 豆腐脑绝对是东北的早餐吃完了 不管你吃啥 每天想吃啥 但你总是要哭哭哭 掉楼饼 我现在懒了 以前多爱逛岛事 就是四处于大慢慢慢慢就完了 慢慢慢慢就完了 我老娘不说上那个可能得上电视吗 他那个条件太可可了 我实在是办不到吧 就是我得做个宣传片的小样 他这宣传片呢 你还得这个饭店你还得有特色 还不能有饭店的名 那你说这个特色指定是老店的 你像什么狗发园啊 是菊菜那个那个那个地方 海街包的呀 你没有店名 隔来的特色 他家包的 基本上是去不上 我告诉你就是 像是 像是 进了个大眼睛听 你给他做的 说说你那感慨 说说你那 看点几个月 讲讲你的故事 讲了个几分钟之后 回头你去宣传到边 各个店的各色 嘎嘎嘎 连贯的给你来一个 来一个那种 放出来 现在还没定的 基本上是过腔了 反正 我看老多人来呼咙睡 他吃 其实我一次都没呼咙睡过 今天我也呼咙睡 看咋样 吊炉饼 配鸡蛋糕正好 这晚上配大锅 这是蒸馏的 这顿小鞋子主导是我呀 油都混没了 我到单位了啊 开启周五一天的蒸馏 拜拜 拜拜